那天是预备日 犹太人不愿在安息日 还有尸体留在十字架上 因为那个安息日是个大节日 便要求比拉多派人把十字架上的犯人的腿打断 把尸体混走 于是士兵们来到 先把第一个人的腿打断 然后把另一个与耶稣同钉的人的腿打断 到了耶稣跟前 见他已死了 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但有一个士兵用长矛刺入他的立婆 立刻流出了血和水 亲眼看见这士的人作此见证 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话 为使你们能相信 因为这些事的发生 是要仍然经常的话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截断 还有另一句经文说 他们要仰望他们所刺透的人 他这样做的意思是 你能够红柿的音乐 你能够红柿的音乐